网络热门视频建订 先看视频 如果你家里的花只长叶子不开花 教你不花钱就可以快速自制高磷醋花肥 两天就能用 首先找一个大一点的水盆 给盆里打一个鸡蛋 鸡蛋里含有较高的磷元素 再加入两勺蒸馒头酵母粉 酵母粉能够促进鸡蛋的快速发酵 分解成植物能够吸收的营养成分 再加入两瓶钙白醋 白醋可以降低鸡蛋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臭味 再加入600毫升的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然后装到塑料瓶里 拧紧瓶蛋 放到有太阳的地方发酵三天 就可以直接给植物施肥了 好了 有的话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首先我一步一步给大家剖析好吧 第一 它视频里面出现了几种花 一个是松红莓 这种花一般是在春天开花 一般 然后它需要光照 没有光照是不开花的 你别说给它用鸡蛋 别说用什么了 不行 那第二个是长双花 下面就是这些绿叶子的 给它圈出来 这是长双花 长双花想要开花 一般是要控光的 你不论是F1代苗好 F1代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代种苗 你去比方说买的那种小苗 第一代 想要开花 也是等到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看叶子长得丰满了 差不多了 都要开始控光 每天只是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 一点光照都不要给 温度是在20到30度之间 不要超过30度 好吧 再为一个不要缺了肥料 它就可以开花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就吹出来花苞了 这个是需要控光的 蝴蝶蓝 蝴蝶蓝的一个开花 一般是要控温的 如果说温度过高或者过冷 它都不开花 一般是在13到20度之间 然后它也要看 它的一个叶片长得什么样 不论是一代苗也好 二代苗也好 想要的孵化也好 它都对空气湿度相对来说要求较高 蝴蝶蓝这种是不为喜肥的 也就是说它是蓝克植物 它的根系就跟人的手指头一样 肉堵堵的 然后会有一些个菌群 这些个菌群会分解土壤里面的一些有机制 来给植物提供营养 所以蓝克的大多都是燕肥植物 主要是靠根部的一些菌群 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肥料 也都是以给它补菌为主 然后补有机制为主 用了淋肥它也吸收不了多少 尽量的要保肥 像一般来说 用到的肥料1000倍的话 到兰花身上必须要2000或者4000倍那种 好 咱们再往下面捋 捋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 鸡蛋发酵 首先呢 一个鸡蛋的价格 现在应该在五毛到一块之间了吧 鸡蛋多少钱一斤 五块吗 差不多五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一斤也就八个鸡蛋 一个反正就是说 也是五毛钱以上了 一个鸡蛋对吧 五毛钱 好 首先声明啊 我不是说刻意的推销什么品牌的肥料 不论是什么品牌 花多多也好 史丹利也罢 美乐科也行 你就比方说 我手里面拿的呢 这个是个花多多 这一瓶是250克 它的价格是15块钱 它能兑500斤税 零酸二斤甲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大家要买那种正儿八经 真的99%的 9点几的那种 真正的零酸二斤甲 一瓶都能兑500斤税 它可以交半亩地 你就合了三分钱一斤 对吧 三分钱一斤 你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 酵母不花钱吗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 发酵的时候会产生气体 如果说你有你的瓶盖的话 容易榨瓶 不相信的话 您可以试试 好了 希望花尔面呢 对于一些养花呢 不要很盲目 别的话说 这个方法和路子 到底行还是不行 你要是家里边 真有鸡蛋 那个臭了的 应该那个行 然后呢 它加入这个白醋 加的有点多 不理智 你可以放一些橘子皮去发酵 你要真想发酵 不 不过这个玩意 它一直臭 发酵淘米水也好 自己发酵出鱼垃圾也好 都可以当肥料用 而且呢 要发酵完全复仇 最好是自然发酵 什么叫自然发酵 你就是扔到外边 让它自然的发臭 等到不臭了 再去焦 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最好的肥料 都在农村的粪空里面 我城市里面 我可以用个免充的马桶 我说最好 最好在客厅里面发酵 好了 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性 你干啥的干啥就完了 对吧 别瞎扯了 我老花一 我最转一 来了